石舟大紅人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淑貞 女愛科之前 妳當演員的這個路上 妳覺得妳做過最大膽的挑戰跟嘗試是什麼 這部戲之前 最大膽的挑戰 或者是嘗試 沒有機會啊 在女愛科之前都沒有機會 沒有 對 沒有 大膽 每一部戲都有一些新的嘗試 都有一些新的挑戰 可是這都是我覺得 我內心我自己感覺出來的東西 可能外界的人感覺不出來 都是小小的 小小的不同的選擇而已 可是這個是 這個是差異性很大 就是一大步就跨出去了 這差異很大 大家可以理解的 我演這個小劉醫生 我非常自在 再自在不過了 我真的再也不需要被期待漂亮 性感 高冷 就是大家 對我沒這個期待的時候 我其實很 只能用一個字來心裡 很爽 就覺得太好了 你們不要再叫我這樣這麼漂亮 我好膩喔 我們是一個沒有人要去的鄉下鳥地區音樂 他媽一個破爛小音樂 我要報到個屁啊 會議院的創院宗旨是什麼 宗旨 漂亮高冷這些就是 前面的十多年來 十幾二十年來 大家給你一個 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是一種標籤 貼在你身上 是一個標籤 然後也是我大部分工作的內容 被要求的 被期待的 都是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你會不會就是怕醜啊 或者說這樣子不漂亮 你會想要是漂亮的 我其實很希望有一個 合理的理由讓我就是醜到爆這樣 然後大家還看得很高興 終於有找到這個好了 等他等了很久了 他沒有到醜到爆啊 我希望他會是一個被喜歡的戲 小劉到現在還在你的心裡 這麼久的時間 那我們剛剛有聊到 就是你最近近期有幾部作品 比如說電影《壽命》 先拍了《壽命》之後 然後再拍了 《暴走女外科》 《暴走女外科》 最後再拍了《我是自願讓她殺了我》 三部其實都是有關 探討生死的這件事情 哪一部戲你是覺得是最沉重的 我覺得以氛圍來講 應該是自願是最沉重的 是 但是 我覺得切入角度不一樣啦 都是探討生命的議題 本來我們就需要各種 各種類型的作品跟故事 來打動不同的觀眾 在你的作品當中 作品跟作品當中都會有一些 讓你休息喘息的時間 你會盡量把自己的 戲裡面的那個角色把它放掉 好好的迎接下一部戲的進入嗎 如果需要馬上進入下一部戲 我會 我會急著把它放掉 剛好我這三部其實都沒有接得很緊 我很享受 待在角色的感覺 會不會 喜歡的 我也沒看到 又是 有的